中国和韩国游泳运动员23日在亚加达亚运会训练时发生小摩擦。 韩国亚运代表团2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,决定正式向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、OCA提出抗议,要求调查中国游泳选手大人一事。 新华社24日报道着,亚洲游泳将开会调节此事。 韩联社24日运以韩国代表团的说法着,韩国女运动员金海金和中国一名女选手在同一条拥到训练时, 金海金的脚接触到中国选手的胸部,之后中国选手追上金海金拐起脚腕,在水中朝经的腹部贴了两脚。 韩国游泳运动员金海金韩国亚运代表团团长兼胜组24日在亚加达举行的记者会上场,游泳选手在训练时发生身体碰撞是很经常的事情, 但证明中国选手采取了报复措施。 大韩体育会和游泳队决定尊重金海金的意愿,不接受中国代表团的道歉,希望中国选手可以得到应有的惩罚。 新华社24日报道着,经中国体育代表团新闻官员证实,当时韩国运动员在泳池内与中国运动员发生身体接触, 双方后来在沟通过程中情绪都较激动,发生了小个肢体冲突。 后中国运动员当场向对方道歉,晚上中国游泳队领队又带队员,再次到韩方运动员处道歉。 据了解,韩方仍向亚澳理事会进行投诉,要求对中国运动员进行处罚。 亚澳理事会议将此事移交亚洲永联,24日晚亚洲永联,将召集双方领队开会进行调解。 该事件引发韩国网络上出现大量骂中国选手的言论。 在中国网络上,也有不少网友认为,事件起因在韩国运动员,且中方运动员已经多次道歉,韩方是得礼物扰人。 对于此次中韩运动员间产生的摩擦,日本网友们也是颇为关注。 作为旁观者,许多人都对韩国运动员的行为进行了质疑。 在亚虎新闻的评论区,网友辅导就表示,我认为这件事应该是韩国选手有问题,每次成为被害者的时候,他们就会夸大其词的四处控诉。 他的这条留言,也是得到了超过2000位网友的赞同。 日本网友留言截图也由网友附和他的话证,我认为错在韩国一方,希望你是会可以好好调查这件事。 还有网友表示,在体育方面,无论是运动员和观众,对中国的印象都是彬丁有礼的,因此质疑是韩国方面进行了挑衅,而针对究竟中韩运动员之间发生了什么。 日本网友也对所谓的偶然碰撞提出质疑,有网友直言,韩国选手偶然碰到了中国选手。 这话我可不信,还有人提到,练习中发生碰撞是常有的事。 中国选手之后会那么做一定,有什么理由? 我认为不应该只听韩国方面的说辞,中国选手的解释也想听一听。 实际上,韩国体育运动一直以来超名越洋,韩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恶意发挥行为更是数不胜数。 2010年短刀是华世界飞上海战,在其中的500米半决赛中,韩国队的肩并俊一直落后于中国队的韩家梁。 在最后一个弯道,韩国人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,于是在弯道想超越韩家梁时过于心急,撞到了韩家梁。 两人双双被撞出了赛道,因为靠冰刀支撑的比赛运动员摔倒,在地上已经失去重心,而最危险的是接触到非常锋利的冰刀。 如果撞上了冰刀后果不堪设想,韩国选手脚踩的冰刀在倒地后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,就那么直直的对着跟着甩过来的韩家梁,使得他重重的撞到了锋利的冰刀上。 瞬间,韩家梁的手臂和腹部等地方就被染红,血流不止。 更可气的是在后金炳俊和教练嘟闹两句,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内疚之情,而且还一口咬定他的撞冰刀,是一种自我保护动作,虽然最后裁判判定他的撞冰刀行为,因为职业道德,也只是给他判法,为一个弯道超越抢未犯规,鉴于韩国体育运动及运动员肮脏的历史。 这件事,很可能又是一次韩国的恶人先告状,中国没必要急着道歉,猜你喜欢金一来,不服不行,中国共产党才是世界上最牛的创业团队,能否借用美人用兵智慧为当前的困难打出一片新局面? 美媒,至少30名美国间谍被准确的采除,美国在中国究竟还有多少间谍?